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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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這個品牌相信對很多朋友來說 都不會陌生的 正正在桌面的這一部 就是最高配置的File S13 File S13的外形相當適色 它用了美合金的外殼設計 拿上手都十分輕 因為只有1.07kg 而最薄的位置只有15mm 而最後的位置只有17.9mm 在電腦來說是相當薄的 它用了下沉式的轉軸設計 就可以提供到自然傾斜度 長時間使用的話 手都不會太快會累 而且這部機還要Made in Japan 其實是給了用家相當大的信心 顯示方面配備了 13.3吋全高清螢幕 以及前置鏡頭 鍵盤是正音設計 不會在工作同時都會影響到 其他辦公室工作的朋友 排氣孔設於左邊 而USB接口就有Type-A 即是大頭 共有三個 雖然新機多數是用USB Type-C接口 但Type-C的普及度仍有待提高 用Type-A大頭 可以兼容大家手上的舊裝置 就不用買更多的Adapter 而且Cuprader也不用買 因為是跟了的 指紋解鎖部分 都會有 所以不用太擔心 Security 的部分 硬件規格方面 就是Intel 射心第八代 Core i7-8550U CPU 16GB 液體 512GB NVMe制式 SSD 效能相當有保證 薄機有LAN頭 其實是相當之能得 而影像輸出那邊 除了HDMI之外 就有VGA 因為Projecta很多都只有VGA頭 而File小小隻之外 還有USB頭 給大家充回流動裝置 例如手機 平定整體電腦效能 PC Mark 10 得分有3768分 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File還有自家功能 File True Performance 在File Control Center 就可以扣控這個功能 其實File True Performance 在將CPU的CTDP limit 由15W加大到20W 令CPU在不過熱的情況下 是得到效能提升的 經過CPU測試軟件顯示 效能得分有579分 而如果不用的話 只有491分 是有相當高的效能提升的 為何這部機有這麼快的效能 其實很主要是因為 它用了一隻很快的SSD 看看獨色效能會不會嚇到大家呢 有著File True Performance 有的功能 可以將File S13的性能進一步提升 加上它的變拒性 和它的續效能力 是絕對適合一班商務人士 和外來一族使用的 都可以再度過 作為例子 組成的完成 有一個需要的效能 找到一族 做成功的效果 就可以重新的效果